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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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黎华这个名字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 他的山水画作品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和喜爱呢 既是儒雅内敛的画家 也是精明能看的商人 他便是李家山水的传承人之一 著名山水画家周黎华 周黎华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 家里有姐弟三人 他排行第二 在周黎华一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来到了渔瑶 其实我更喜欢以前的 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就生产了 在老房子里边 老间啊 之前还有渔瑶的那个桥 石桥和水 这种感觉 使我这山川相亲的那种感觉 就我一直忘不了 也许正是渔瑶的风光以泥 耕独家传师李柱 中校教子杰义章的儒学文化 深深地影响了儿时的周黎华 使他对于意境深厚的中国山水画 有浓厚的兴趣 从而走上了水墨山水画的道路 但是关于喜欢上绘画 这里还有一段不得不讲的故事 我在小时候在邻居家里看到一个就是原石青石的 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纹色的纹样 但是我就是他就深深地吸引着我 我经常跑过去会多看 他放在一个书柜里边 这样去看 就非常对我有吸引力了 在这个纹色纹样的那种 既简单又很简洁 但是这种线性的描写的一个纹色 所以我非常吸引着我 就我在思考就是小时候 进入我可能也会走这个路 画画这个路 包括我在读书的时候 上学的在其他的练习部上 可能老师在讲课 我就下面就画画了 就那样 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在高中毕业 在高中的时候也经常在画画 在高中毕业以后 我就想到底走什么路 当时就是 我想还是多了这区多数了 就是多了公益美术专业的学校 因为从小对画画的喜爱 周立华高中毕业后 选择了宁波中等专专业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工艺美术 此后周立华又就读于东方美术电视寒寿学校 虽然只是一个寒寿学校 平时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但是周立华特别珍惜这个 学习中国化的机会 只是现实的生活压力 往往让人难以支撑起自己的梦想 学校毕业后的周立华 也未能躲开这一残酷的现实 那就是学校出来以后 因为就跟我父亲 因为我父亲当时 他是于瑶的模具制造的元老 那模具当时也是很吃香的 于瑶刚才就是那个塑料模具 这些是刚刚是明儿家庭的 明儿家庭的 所以跟他学技术 没有去做专业的绘画工作 1987年 周立华进入于瑶仪表三场工作 凭着跟随父亲学习到的模具制造手艺 周立华在工作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有着不错的收入 但是枯燥乏味的工作 锁不住风华正茂的周立华 1989年 敢于挑战的周立华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实现了自己人生路上的第一次转折 就是这种改革开放以后了 我原来在工厂做 工厂做了以后 我觉得开放了以后 这个不是进化进行的 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 也不用什么去拉关系 什么你只要产品 质量好 价格优惠就要竞争力了 所以我就后来就想 不如自己做了 这样就我开始辞职了 就自己干了 这里是周立华 在宁波开办的企业 辞职创业的周立华 就一心扑在了企业上 忽略了自己最爱的绘画 由于自身的聪明和勤奋 周立华的生意 越做越红红 企业规模日益壮大 当我企业办的成功的时候 我当时又去了日本留学 回来以后 我就做一个重新的思想 思路的调整 我还是继续做企业 还是我完全放弃企业 去做一个绘画的事 这个就是当中 偶尔就是绘画了一张画了 但这张画我一看 我对中国画的感觉还是有的 我这个意识道路 可能能走下去 因为我这个人 就是很平常的了 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去 你在经济上面 一定要去追求 也没有 你要在事业上面 事业上面 我从小就追求的是画画了 所以我得到一定的基础以后 我满足了 我已经满足了 我就要做我的自己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从小喜欢的东西 就是想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一下子转变的 这个脑子里是想跟底里都有 所以我一直偶尔虽然是放弃了 因为在国外留学也好 这里办企业也好 都放弃了 但是心里一直会挂着 有的时候我就会去看画展了 就是有时候就很少动笔了 但是从日本回来以后 我就开始动笔了 那动笔的时候 画出来的感觉就是不错了 就确定我能够 这条绘画艺术道路能够走下去 就这样 周黎华又重新拾起了画壁 她的人生轨迹 也就从此发生了改变 我在宁波沉淀了两年 宁波当地的名家 也一起学习过 两年以后 我觉得在宁波 那个绘画的事业 我就发展不下去了 我觉得不够 我需要充电 所以我到上百亿军去找 就到了北京花园 开始在李老师的山水翻炼 就进行 中国画绵延千余载 分为山水 花鸟 人物等 其中 山水成就最高 最能凸现中国人的艺术精神 与文化态度 从隋唐至当代 作品之多 画家之重 不胜美举 但是 这之中 可以称之为流派的 却屈之可说 这其中 离我们最近的 应该就是 李家山水 人们通常会常说 李家山水 实际李家山水 是一种 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它这个文化态度 和文化精神 也会用我附近 它的一些 应语来概括 你比如说 这个 对于传统 要用最大的功力 打进去 用最大的勇气 打出来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就说 你对于传统的 我父亲讲 打进去 就是 意思就是 要不断的 做一个艺术家 由于中国画的艺术家 要不断的去挖掘 传统的这种经验 去了解它 而不是表面上 从一种具体的技法 而是从它的文化特征 和文化的内在的规律 去研究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何把这种传统的经验 和生活时代 自然连接起 这是它特别 就是坚持的 一个重要的观点 它叫 可贵者胆 索要者魂 李家山水 注重写生 在现实生活中 发现美 所以 周丽华画画 喜欢走出去 灵感之美 存于山水间 大自然 是最优秀的画师 它的鬼斧神功 让画者 心向往之 这便是 施法自然 周丽华 他始终遵循 一手伸向传统 一手伸向生活 生活 是艺术的源泉等 李克冉先生的 艺术指导思想 继承和巴扬 李家山水精神 根植于生活 从大自然中 寻找灵感 李老师帮我提了两个字 天静 写生就是把大自然维持 给你有更多的想法 他能解决你所想解决的问题 具体解决问题 比如说我在山川里边的 这个山色结构有问题 那我就找现成的山色结构的疏密关系 在大自然的山上去寻找 就这样去写生 还有比如说 我这个坡布怎么穿插 那大自然都有 大自然都有 就是你就要去细心琢磨 就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还有树与树之间这种关系 树与山色的关系 山色与荣的关系 这些大自然都有 就要细心去找 都会帮助你解决问题 朱立华每年都跟随导师李小可 深入生活 今植水墨写生 形成了自己的笔墨语言 创作出了完整 结实 厚重 有内涵的中国山水画 有专家评论周立华的画 林董舒展 在用笔时比较生活 在构图方面 也继承了李家山水的艺术风格 构图饱满厚重 内容丰富有意境 呈现出了山水画的气势 且不失美感意境 所以周立华呢 实际上 所以到北京来 他我觉得他也具备了一些这种精神性的东西 就他这种热爱 首先是对自己文化的 起于对文化的热爱 所以我从周立华到我们工作室来以后 也是他坚持写生 就是他无论除了我们这种很多次的这种写生以外 他烦到一处 无论是在国外或到了一个看到感动的时候 甚至开着车 他觉得好 他会下来拿个本来记录 这样就如何把他心里的一种感受 和把笔和墨和生活连接起来 所以这次展览的这些作品 实际上也包含着他这种实践的过程 这幅气口下陈嘉环写生 是周立华跟着老师李小可先生 在山西写生时候留下的写生作品 这幅写生画呢 是当时我们在陕西黄河边上 我们在周边画了几天以后了 实际上生活只体会到了 但在这个地方的你要特别感动的东西 要写的东西好像也是没有表达 然后就是在中午的时候 吃饭以后呢 他们我们上面住着一对夫妻呢 就给我们唱了镜腔 山西的镜腔 他们唱出来的声音呢 那个声音就很嘶哑的 好像几千年黄河这个地方 就是生活很艰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大家听了以后都非常感动 我在第二天就画画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有体会到了那种艰难生活的场景 然后这个当时的时候 这下面是一个荒废的窑洞 已经没有人住人的了 那山上实际上它下面是一个黄土的一个坡了 刚破了就背景了 但我就想就像他们那种黄河奔腾的那种波涛一样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就创作了这幅作品 有那个感觉 沉添的东西 这些声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房子 就是很有历史感 里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的故事了 这样就像他们唱出来那个镜腔里边唱的那种 那实际上它也就是一种大汉的声音 它唱出来很嘶哑的 这张是刚画的一张 但还要补充一些 他们已经不完成 这张挺好 这已经好 你这个水口处理的就比较好 这个水 这个头部切得好 对 去贯通 对不对 然后下面一种水碳 这个管线 上次那个 还要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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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关系 这离家反而是一种特的 然后酥啊什么 这比较好 这比较好 非常好 他继承李嘉山水的明显的特征 你看 鸡墨山水 然后他这个云雾 当然这幅画还没有画成 已经看出他这种 这种韵味和气魄 这个气魄和水的韵味流畅 他不是小可老师的学生吗 学步 他进步很快 这近几年 我从十年前就认识他 那现在他 他是这个画就进步很大 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画家 如今 周黎华的作品 深受各界人士的好评和喜爱 并且多次入选国内国际画展并获奖 作品被资深收藏家 即美术馆收藏 在2009年被评为华人艺术界资深美术家 2014年获得全国传统文化成就最高奖 3月26日 汉墨园 周黎华水墨山水画展 在玉瑶博物馆开幕 共展出周黎华六十余幅水墨画 包括好几幅长卷 或气势宏伟或意境深远 这些画见证了他 跟随导师李小可学习 和自己不断探索研究 相结合的艰难内场 是一路踏实走来的一个个脚印 所以这次画展的话就是 实际上也是 因为我下个月就要去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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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去了以后可能就很少回来 那我在余瑶应该离开了二十年 那就是这次 就特意做一个画展 放下家乡做一个回报 但是我也很希望就是最后二十年 或者十年二十年再回来再做一次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家乡举办个人画展 朱黎华也是深有感触 他谈到这种香情 有种孩子般的纯真 写了一首小诗 尽香情更切 切于离香时 遥江水不改 盖已旧时波 四月份 周黎华来到美国 在哈佛大学 做关于中国画的绘画语言的演讲 同时 李家山水 周黎华水墨山水画展 也在美国波士顿亚洲艺术中心展出 对艺术孜姿不倦的追求 周黎华会一直在 李家山水的传承 与发展之路上 走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家山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